在日本的一座繁忙的城市中 有一家小型但雄心勃勃的服装制造公司芝梦工坊 创始人和CEO佐佐穆任 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成本上升的压力 为了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他决定实施一项大胆的战略垂直整合 佐佐穆首先购买了一家面料工厂 以确保对原材料的质量和功力有更直接的控制 接着他投资建立了自己的在线零售平台 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减少了中间商的环节 此外他还开设了几家位于主要购物街的实体店 通过这些举措 佐佐穆不仅缩短了产品从设计到销售的时间 还提高了利润力 他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 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同时由于对整个供应链的控制 他能够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高标准 芝梦工坊的垂直整合站 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消费者开始认可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和高质量 销量逐年上升 佐佐穆的团队也因为能够更紧密地协作 并对整个制造过程有更大的说服力而感到震动 故事的高潮是佐佐穆在一次时尚展览上 展示了他的最新系列 这些服装不仅设计新颖 而且由于垂直整合 成本得到控制 价格更加亲密 展会上 芝梦工坊的展台吸引了大量观众 许多参观者对这种新型业务模式表示赞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芝梦工坊成为了垂直整合的成功典范 激励了其他中小企业区思考 如何通过控制供应链来提升自身竞争 慢慢地